今日,意大利都林体育报公布了2018年金童奖的60人候选名单,穆巴佩尔,小克鲁伊威特等球员悉数在列,金童奖的评选开始于2003年,这项荣誉一直由意大利都林体育报颁发, 以表彰在过去一年里表现出色的年轻球员,最近每日优宝为我们盘点了过去所有金童奖获得者的近况,2003年范德法特这位荷兰中场出道于阿甲赫斯,在2002年帮助球队获得了国内赛场的双冠王,之后,范德法特辗转于汉堡,黄马和热刺等俱乐部,尽管他总能有不足的表现, 但伤病极大被影响了其职业生涯的发展,现年35岁的范德法特,效力于丹麦的埃斯比约俱乐部,俱乐部, 当加克斯汉堡两次皇家马德里托特曼姆热刺,皇家贝蒂斯中日德兰埃斯比约主要荣誉,两次核奖冠军2002-2004-2002年荷兰杯国家队,荷兰时,球场比赛, 25日进球2004年,鲁尼鲁尼在2004年的表现,获得此相殊荣是当之无愧的, 当年欧洲杯上的经验表现,以及在曼联手秀中的帽子戏办法,他用失利证明了自己,鲁尼在老特拉福德几乎赢得了所有的奖杯, 同时他也是英格兰国家队历史上的最佳射手,即使如今远走美国,鲁尼仍旧能拿出不俗的表现, 俱乐部,埃佛顿两次曼联华盛顿特讯点主要荣誉,2008年欧冠冠,军五次英超冠军2007-2008-2009-2011-2013, 2016年英格兰组统杯冠军四次英,格兰联赛杯冠军2006-2009-2010-2017, 2009年是聚杯冠军2017年欧联杯冠军国家队,英格兰119场比赛53力竞球, 2005年,梅西在所有获得过金铜掌的球员中,梅西的职业生涯是最为成功的, 刚满18岁那年,梅西获得了金铜奖,但彼时的她已经成为了一线队的常客, 在之后的赛季足以说明梅西有多么伟大,俱乐部, 巴塞罗纳主要荣誉,五次金球奖2009-2010-2011-2012-2015次欧冠军, 2006-2009-2011-2015,九次西战冠军, 2005-2006-2009-2010-2011-2013-2015-2016-2018, 六次西班牙国王杯冠军, 2009-2011-2015-2016-2017-2018, 三次是聚杯冠军, 2009-2011-2015-3次欧洲超级杯冠军, 2010-2012-2011国家队阿根廷128场比赛, 65的金球2006年法布雷加斯2006年, 继承了维埃拉四号球衣的法布雷加斯, 成为了埃森内重要的一员, 出场49次的她是球队的重要一环, 法布雷加斯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中场球员, 她在埃森纳,巴塞罗纳和切尔西, 都赢得了分量十足的奖杯, 更不用说, 2010年与西班牙一同奔顶世界杯, 俱乐部, 埃森纳、巴塞罗纳、切尔西主要荣誉, 2010年世界杯两次欧洲杯冠军, 2008-2012, 两次英超冠军, 20-15-2017, 两次组总杯冠军, 2008-2015, 2015年英格兰联赛杯冠军, 2013年西甲冠军, 2012年西班牙国王杯, 冠军2012年是巨杯冠军, 国家队, 西班牙110场比赛15例进球, 2007年, 阿归罗当托雷斯出色利物土, 19岁的阿归罗成为了马德里竞技的风险杀手, 在这里, 阿归罗成长为了世界顶级前锋, 而后他与曼城在英超创出了一番名堂, 俱乐部, 阿归罗当托雷斯出色利物土, 和一次欧冠军和一次欧冠, 但他一直是球队的边缘人物, 先年30岁的他小利于土耳其, 以及球队阿达纳, 俱乐部, 格雷尼, 阿归罗尔图曼连佛罗伦法租界巴西国际, 科里第八租界, 埃达内主要荣誉, 2008年欧冠冠军四次英超冠军, 2008、2009、2011、2013, 两次组统飞冠军2009、2011, 两次普超冠军2006、2007、2009年, 是巨杯冠军2007年美中飞冠军国家队, 巴西九次出场2009年, 帕托作为这个奖项的最老得主, 帕托在获得金铜奖时已经20岁了, 帕托为AC米兰效率了五个赛季, 但是过多的伤病使得他止步不前, 2013年, 帕托回到了巴西, 之后只在切尔西和比利亚雷亚尔有过短暂的停留, 如今的帕托只有28岁, 他仍有时间证明自己, 俱乐部, AC米兰科林蒂安圣保罗租界切尔西租界比利亚雷亚尔, 天津群建主要荣誉, 2011年一甲冠军量次失去杯冠军, 2006、2007、2006年南美, 解放者杯冠军国家队, 巴西的27场比赛, 实力进球, 2010年巴洛特利巴洛特利在领奖时曾说, 梅西是此前唯一一个比他更好的获奖者, 他从未听说过排名第二的威尔西尔, 巴洛特利曾在谷米和曼城获得成功, 但同时也经历过利物浦时期的低潮, 俱乐部, 国际米兰曼城, AC米兰两次利物浦尼斯主要荣誉, 2010年欧冠冠军, 2012年英超冠军, 2011年, 祖总杯冠军三次一甲冠军, 2008、2009、 2010, 2010年, 意大利杯冠军国家队, 意大利三十五场比赛, 四例进球, 2011年格策和策现年只有26岁, 但他很可能不犯德巴特、 安德森和帕托的后臣, 成为一名玻璃人, 在他的巅峰期, 他是多特蒙的镇中, 最有创造力的球员, 并在2014年世界杯决赛, 中攻入了制胜一球, 俱乐部, 多特蒙得两次败人慕尼黑主要荣誉, 2014年世界杯冠军鲁茨得下冠军, 2011、 2012、 2014、 2015、 2016次得过杯冠军, 2011、 2014、 2016、 2017、 2014年世纪杯冠军国家队, 德国63场比赛时期力进球, 2012年, 伊斯科这份名门上的大多数球员, 都是在一些大型俱乐部, 获得这个奖项的, 但伊斯科被评选为金铜奖时, 正效力于马拉加, 之后, 伊斯科加盟了皇家马德里, 在伯南乌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出色的球员, 俱乐部, 马拉加皇家马德里主要荣誉, 44欧冠军2014、 2016、 2017、 2018、 2017年西, 假冠军2014年, 西班牙国王杯冠军, 三次是巨杯冠军, 2014、 2016、 2017、 三次欧洲超级杯冠军, 2015、 2017、 2018, 国家队, 西班牙三十二场比赛十一例进球, 2013年, 四次, 四次, 一甲冠冠军, 2013、 2014、 2015、 2015、 2011, 两次意大利联赛杯冠军, 2015、 2016、 20、 17年, 欧联杯冠军国家队, 法国六次唱比赛十一例进球, 2014年, 斯特林斯特林是利物浦, 对市场出场年龄第三小的球员, 他已经代表利物浦出场100次, 在加盲曼城后, 斯特林的表现十分出色, 并帮助英格兰国家队, 在世界杯中打入四强, 俱乐部, 利物浦曼城主要荣誉, 2018赛季英超冠军两次英格兰联赛杯冠军, 2011、 2011包, 国家队, 英格兰44场比赛, 两例进球, 2015年马夏儿马夏儿, 在获得金铜奖几个月后, 就以5800万欧元的转会费, 从摩纳哥加盲曼联, 在范加尔的带领下, 马夏儿成长迅速, 并在老特拉福德的第一个赛季, 就成为了最佳射手, 但是由于与现任主教练摩里尼奥不可, 他的未来充满了位置, 俱乐部, 摩纳哥曼联主要荣誉, 2016年足踪杯冠军, 2017年英格兰联赛杯冠军, 2017年欧联杯冠军国家, 对, 法国18场比赛伊丽进球, 2016年雷奈托方切斯雷纳托方切斯, 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安德森, 甚至可能更糟, 在2016年欧洲杯上, 他被评选为最佳年轻球员, 并跟随葡萄牙一起获得了最后的冠军, 在转会白人慕尼黑之后, 并没有亮眼的表现, 而后足践倒是往昔再次失忆, 俱乐部本非卡白人慕尼黑四望西租界主要荣誉, 2016年欧洲杯2017年德加冠军, 2016年普超冠军, 2016年葡萄牙联赛杯冠军国家队, 葡萄牙十三场比赛, 一力进球,2017年姆巴佩当姆巴佩帮主摩内哥, 一路创进欧冠半决赛时, 世界独坛才真正了解到了这位天才, 2018年世界杯, 他在淘汰赛中将爱根廷, 的后防线冲得溃不成军, 在决赛中也为法国队打入一球, 年仅19岁的年纪, 作用历史第二高的转会身价, 穆巴佩未来可期, 俱乐部, 摩内哥巴黎圣治尔曼主要荣誉, 2018年世界杯, 两次发下冠军, 2017、2018、2018年法国超级杯, 2018年法国联赛杯,